赵颂官家终于祭出穿越神器热气球 然而京都世人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意料 初时他们认为那就是个大号花灯 随后他们就醒悟那就是大号孔明灯吧 建言八年上元节 正月十四到十八一连五日 东京城内城外百万人口清潮而出 彩灯遍布整个城市几乎变成灯海 但这些又都比不过宣德楼对面 玉街正中间的灯棚灯山 所谓灯棚灯山乃是皇家赵令工匠 自年节时便开始建设的彩棚式大型灯具 实际上每年上元节假期的第二日 东京市民就会早早到玉街两侧站座 专等晚间的灯山灯棚的点燃 只是东京城已经足足七年 没有真正的起过正经灯棚了 可这一次过年的时候 便隐隐约约有官家龙年大月 然后播出专款召集工匠做灯具的传言 大家考虑到去年没有任何大的战事 官家的权威又到了无法动摇的地步 再加上还有原右太后归金的油桶 所以大多认为不会空穴来风 高级官员们也多没有反驳流言的意思 因为他们听到户部尚书林锦默与官家的对话 所以知道去年的建材计划已经超额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弄出来十几万贯做个样子 而且还能让上元节的市场热闹一点 多收些商税卖些彩票未必就不行 然而直到建言八年的上元节假期开始 众人都未曾看到宣德门前起什么灯篷 只是在玉街两侧廊下起了灯迷 然后不免对朝廷和官家有些失望 只是失望又归失望 却也注定不会有人提这个由头的 真要提了不用官家开口 自有官员拿着国家卫镜让你下不来台 当然在国家一整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经济全面复苏朝堂格外稳定的情况下 东京城今年的上元佳节 尽管没有皇室和官方的大举参与 但规模却依然直逼往年风亨欲大之时 甚至可能是因为憋屈了许久的缘故 民间的活跃程度好像更胜一筹 一连五日晚间灯市灯迷不停 就连城北促居场也连开五日表演赛 珠城门彩票点更是加了上元特别彩票 每天都有石文博百贯的奖项现场开出 据说奖项分别是太后与贵妃亲手封装的 前三天一次开在朱雀门宣秋门望春门 第四天的时候许多人蜂拥到 剩下的丽锦门驴和门崇明门 全家大笔购入数十份上百份奖票 却不料大奖居然还是开在望春门 等到了第五日也就是正月十八这天 内市省的内市在各处门前 同时当众打开御风的小匣子 却不料里面除了郑太后指定的百贯活自传外 居然还有一个官家指定的千贯活自传 众人明白这是官家在补偿没有灯篷的表示 就连不会算账的也大约清楚 这种六活自分六门的排序彩票规模其实不大 朝廷全卖出去也不过是七百贯的收入 基本上还全被制了奖务 这一千贯对于苏兰小齐的赵九而言 倒真的是十本了 也算是某种诚意了 随即百贯在崇明门开出 而那个千贯的奖项则是在驴和门外开出 居然是个犯人出身的君汉只花了八十文 买了八个北伐吉利活自小纸券却得了辞奖 周围不知道多少私下贺骂的 毕竟一千贯对中产以下百姓而言 足以在城中买一处传家的宅院 但不管如何随着正月十八晚间到来 这场狂欢似乎终于要结束了 然而正月十九一大早 赵九便携带两位贵妃以及几位皇子 一起出现在了还比较冷清的宣德楼上 很快三位太后居然也都被官家接来 随后在金大臣也都纷纷出现 其余官员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 皆按照最终品级严谕街两侧长廊静坐随时 便是那些宫格人物中的和尚道士们 也不顾自己庙里灌中还有香油没收拾 全都匆匆换上崭新僧袍道袍仓促汇集 来的时候那叫一个气喘吁吁 到了以后那叫一个宝像庄严道鼓先锋 等到这群人抵达以后 宣德楼正前方却又起了变化 无数工匠从宫内带着各种工具涌出宣德门 开始当众组装一个奇怪的东西 与此同时御前班之们更是全副武装 列队与此物周边严禁他人接近 很快随着赵九这不讲武德的突袭 整个东京城立即就好像活过来一般 无数市民不顾昨夜熬了多久纷纷聚楼 以至于宣德楼前很快便是人山人海 不亚于前几日内城珠门的场景 而工匠们依然在辛苦操作着什么 只是动静渐渐大了起来而已 这个时候不管是宣德楼上的重臣 还是下面看热闹的老百姓 八成的注意力都并不在这个玩意上 毕竟这种东西有成立的 甭管是与民同乐搞什么花哨玩意 还是学上次马拉半球给原学章目 反正大家看的热闹就是 大家的目光更多都在官家与太后贵妃身上 一身大红袍硬斥斥斗的赵九不必多言 而对赵官家有着切实最大拥立之功 也是他登基合法性来源的原有太后 却偏偏是跟官家亲缘最远的一位 何况刚当出了替二圣转交文书的事情 以至于双方七八年的相安无事彻底终结 而为太后理论上是官家最亲近的一位 但根据小道传闻这位太后反而是最一言难尽的 无论是大蜡烛还是大鹦鹉 都是有心人可以打探到的切实蠢行 但这也不怪他 若非照官家本人脱颖而出 这位本就是道君皇帝后宫中不入流的一位 就像潘贵妃若非是漏网之鱼 然后一开始怀了孕也不会有今日这般造化 而郑太后则最为人熟知 民间威望后宫水平也都公认最高 却是眼下最沉默也最安静的一位 两位贵妃更不必说了 没有皇后可能以后也不会立皇后的现实 足以让这两位唱一辈子的对头词牌 不过今日潘贵妃穿着异常华丽 跟官家的大红袍相得一张 不知道的看到了还以为她是皇后呢 至于吴贵妃可能是因为已经显怀 所以不好穿那种合身的华贵服饰吧 两位皇子今年都算是强宝中 仅仅是露了一面后便有宫女抱回去了 且说等待是漫长而无聊的 打量多了也就那样了 可偏偏宣德楼这地方却注定是多事的 果然在城楼上渐渐安静下来以后 下面欲接两侧的长廊内 一名明显是知州级别的闲散官员之辈 眼见机会难得却终于是忍耐不住 官家沉寝现神物 赵九瞥了一眼此人却也不认得此人是谁 更不熟悉声音便要拂袖斥取 此时潘贵妃忽然双手攀住赵九插了拒嘴 官家那人是旧日载质不可轻慢 安静的宣德楼上许多人都本能看向贵妃 然后其中大多数又一起转回 只有赵九打量了一下潘飞身上的红绸衣服 然后才微笑道既是贵妃所言 渐渐也无妨 既然官家有口欲 自有人挥手示意放行 而趁着这个时候赵九扭头 看向身后的吕本忠 吕亲认得此人 吕本忠不顾自己父亲就在不远处 当今连续失效汉手道如何不认得 此人名为蔡茂确实是昔日载质 而且是载质世家其父名为蔡雀 赵九微微一阵便玄疾在问道 他是何时做的相公 而刚一问完便瞬间醒悟 可是靖康二十六相之一 吕本忠再度含笑汉手官家明鉴 但赵九旋极右有些不解 靖康二十六相要么被卢走直接训过了 活着的主和主祥皆被贬斥阵从来未舍 而主战主守的阵没理由不用他呀 一旁攀飞稍微有些紧张 而此时那人匆匆爬到了楼上 对此楼上官员见到此人面色都有些古怪 却还是纷纷起身一对稍作礼节 吕本忠见状笑得愈发厉害 官家说得极是 赵九一时脑子糊涂 但刚一转过身边恍然大悟了 感情这个蔡相公在京军围城时 是不占不和不祥不守啊 当然最后肯定是逃了 而且十之八九是为此被李刚给撸了 说不定还因为他没有主和主祥 所以只能撸到知州这个级别 这才能从容脱身做个闲人 然后此番跟着袁佑太后屁颠屁颠回来了 迎念至此赵九却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眼潘贵妃 心中无语但偏偏心里又有些能够理解 就在赵官家心思白转之际 那边蔡茂与正中间的朱太后建立完毕 便捧着个匣子匆匆去步而治下拜行李 陛下大喜啊 陈此番自扬州北返 怀上行传中途见水中赤光耀天 卓人打捞竟然从河堤得了一份鼓喜 怀上乃官家奋起之地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赵九欲言又止 三个公主外加两位太后面陆好奇 而郑太后却与周围众臣接目不歇事 怀着运的吴贵妃微微醋眉 却也强忍着没有去看 至于潘贵妃倒是一时紧张 直接把赵九的胳膊给勒得生疼 而赵九虽然被勒得生疼 却还是欲言又止 没办法这活太操了操的他都不想接 也就是这种宰相世家公子哥 才敢在他面前干出这种低档次的操坏 也就是蠢如身侧的潘妃才会病急乱投医 找这种落地宰职合作 不过潘贵妃起码知道朝廷的事 得有宰职级别的人出面也算进步 也不知道他叔父有没有隔空出主意 就在赵九为难之际 一旁的吕本忠实在是忍受不住了 却是直接在楼上脱口道 官家把这个小人撵出去吧 此人当初便与浪子宰相李邦彦齐名 绰号马屁相公 靠拍折宗皇帝的马屁给自己亲父翻案 又靠拍蔡经父子的马屁做官 连太上冤圣皇帝都看不起他 吕本忠放肆出言周围大臣只作不知 就连两位太后也立即转过身去 唯独潘贵妃依然拽着赵九不松手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这蔡茂蔡相公浑然不以吕本忠为意 只是安安静静听对方说完 继续恭敬奉上手中 沐侠堪称拓面自干 官家吕本忠之意无外是指臣弄虚作假 但请官家试想 臣是姻缘又太后此番自扬州北返 扬州没了数位之需 这才随之而来 前后不过差了一日 臣指一日功夫如何去弄得古无作假呢 官家此欲喜确信是淮河中卷出 赵九终于有些烦躁便扭头适宜 而任宝中会议立即越过旅本中将木暇取来 然后就将手中看着像是真正古物的玉玺 恭敬捧着奉给了赵官家 赵九拿来玉玺随意一番灯石正主 却又直接翻回捏着玉玺久久不语 过了好一阵子再度翻开一瞥 然后依然陷入到了长久的沉默之中 见到赵官家这幅姿态周围气氛渐渐逆转 潘贵妃一时振奋周围大臣也都渐渐不安 以至于少部分没定力的人也渐渐扭头来看 这官家不该被这么一个玩意给拿捏住吧 尤其是潘贵这般明显怕是为了自家儿子 有着家人与之特意提前交通之态 许久之后赵九才捏着手中玉玺含笑道 蔡清可真是给郑送了一个惊喜 周围几乎所有人全都恶然 唯独蔡帽忍不住狂喜当仲下败扣手 至于潘贵妃明显带着期待紧张起来 给蔡清刺座 赵九扭头吩咐木凳口呆的旅本中 然后又看向其余人等缓缓说道 一个小玩意而已且静观其变 说完赵九直接伸手往前一指 便正经微坐再不动弹 而楼上众人无论是谁皆不敢怠慢 认真盯住了宣德楼前的怪异事物 这个时候宣德楼上帝国精英们恍然醒悟 原来赵官家还真就是在做一盏灯 一盏不在夜间放着羽明同乐 却偏偏大白天展示出来的巨型大灯 只是这个大灯外面不是用纸糊的赵龙 而是用珍贵的厚实绸缎糊的五谷赵龙 此时已经摊开在玉街上足足十余杖建坊 却不知如何能照上去要不要临时旗鼓 而底部也不是一个寻常托盘 乃是一个巨大的周边搭满沙带的 可以让树明君翰立在其中鼓风的巨大箩筐 箩筐里则是个巨大的自带鼓风机的简易灶台 而灶台里堆满了尽染珍贵油辣的上好试探 上面还有一个烟囱做了大约的收束 灶台燃起烟囱直接对准了撑开的五谷绸缎外照 下一刻就在围观群众还在看热闹的时候 宣德楼上却已经有不少人失态起身了 恰如当年观看马拉半球一般姿态 一些聪明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什么玩意了 就一个大号孔明灯 没错 就是穿越者的利器之一热气球 赵九在那场病后 终于意识到不能整天盲官家该盲的正事 而是应该搞一些穿越者的正事 于是他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科技振兴计划 其实热气球在南洋的时候赵九就想搞了 但每次连小号实验都会失败 原因是他一个学信号与系统的工科狗 又不是学材料的更不是学化学的 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搞防火材料 所以每次实验基本上都以火疗到绸缎告终 至于所谓火患部这年头却又太贵太难得了 一旦放大便显得有些脱离实际 而这一次赵九是下了大力气的 准备整出个大新闻给建言八年的上元节线令 所以准备用陶制的烟囱器具来防护火苗 同时卓人悉心查访非火患部的防火材料 而二者几乎同时有了进展 前者被认为小心操作还是可行的 后者却是偶然得到了许多说法 其中一个讲的是绍兴一家人失火 居然有一个木桶得以幸存 后来才知道这是用来净水的专门用筒 而且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事情 净水的木桶越是老旧 在火中就越是能经常保存下来 这年头净水的化学药品很简单 就是朝廷专卖的鸣反 而赵九到底是个工科狗 虽然不晓得鸣反到底是什么成分 却不耽误他拿极浓的鸣反水来浸泡丝绸 结果就是真旧防火 这才有了今天这次拖延了足足五年的实验 恍惚间随着周围市民的惊呼 丝绸被热气流给迅速鼓起 很快便形成一个大球耸立在御阶正中 然后渐渐向上飘起 宣德楼上的众臣与皇室成员们更是目瞪口呆 因为他们亲眼看见 那个巨大箩筐在小星岸顺序抛下很多沙袋后 渐渐变得摇摇欲动起来 如庄子逍遥由衷的昆蓬般准备扶摇直上 终于随着又一个沙袋抛下 巨大阴影笼罩了宣德楼 这个天资第一号孔明灯 以一种所有聪明人都能通晓原理的姿态 缓慢而又坚定地飞了起来 但越是如此越是让人震动 这一次比之当年的马拉半球更加震动人心 因为更加直观和明显 只能说赵关家为了圆学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巨大的热气球已经飞到与宣德楼齐平的位置 楼上几乎所有人都惊恶失声 而赵九则没有出声端坐如常 这时杨仪中对着上方箩筐奋力大喊 不要慌被嘟头 下面有绳子拽着按照之前那般操演 你们暂时不要再扔沙袋 只管家伙捡火慢慢往上便可 等我们拖了勾你们也自用沙袋操作 随风飘去自有其军去找你们 蓝中传来一声回应 声音却已经颤抖得有些变形了 但此时哪里游得着军汉如何想了 便是绰号独龙手稳当地要命的人 此时也只能随风逐云了 这盏巨大的孔明灯以一种决然的姿态 带着下方拖拽的绳索继续上升 直到几十丈的绳索用尽 才暂时停在了宣德楼上方十余杖的位置上 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绳索便直接断开 然后巨大的热气球在满城的金叉中 越飞越远最后顺着微微东南小峰 向西北方向缓缓而去 御前班直早在几个都头的带领下纵马追出 此时与城池各处的慌乱不同 宣德楼上下却意外的很安静 作为见识到了热气球飞起全过程的人 他们心里多少有点谱 而有谱的结果便是大多数人依然目瞪口呆 只是望着远处空中的黑点 少数人虽有窃窃私语却也不敢高声讨论 从帝国载质到民僧大辱 都生怕大声一点会惊动了什么人什么东西吧 而赵九看了半赏却忽然起身捏着不洗瓶颈离开 赵官家走得极重臣只能匆匆起身相送 几位太后自有一仗不提 便是吴贵妃稍微显怀也不好轻易追上 唯独潘贵妃匆匆跟上了脚步 而赵九全程没有言语 只是在假式内式的环绕下副手向前 一直入了一右门却才忽然停步 潘贵妃略显期待地看向了赵九 而赵九瞅着眼前的女人 几度想把手中的玉玺拍到她脸上 但不知为何一开始忍住后 这是越想反而越觉得面前的女人挺可怜 最后赵九到底是连细之情占据了上风 然后忍住了心中不满笑颜以对 且去歇息吧 外朝的事情正自由考量 但这身衣服太过显眼以后出门就不要穿了 潘贵妃终于也如释重负 带着两分多余的期待转入后宫 而赵九却捏着那个玉玺继续向北夺步 一直走到已经许久没来的十亭妹 这时候她终于第三次翻开了手中的骨洗 然后第三遍看清了上面的自己 四个大字形至古朴而出众 却不耽误赵九轻易读懂原作绵长 没错玉玺上是原作绵长不是德作绵延 吴贵妃生的自家长子赵元祖真他妈有福气 P大典年纪就由宝贝跳出来说她是真命之主